他曾皱眉而且转生了一句 因为那个盲人来到他的面前 你怎能知道呢 他或许能受凶套 或听忠告而门欲叫 至于自满者 你都奉赢他 他不说凶套与你何干 至于盈切地来请教你 而且心怀敬畏着 你却怠慢他 绝不仁 这却是一种教训 谁欲祭送他就叫谁祭送他吧 他在珍贵的业册里 那些夜策是被称阳的 是被劲敌的 是在许多书记的手里的 那些书记是尊贵的 是善良的 该死的人他是何等的忘恩 真主曾用什么创造他呢 是用经验 他曾创造他 并预定他发育的程序 然后他使他的道路平移 然后他使他死避 安葬他 然后当他抑郁的时候 他使他复活 绝不然 他没有奋行他所命令他的事物 与葡萄和木须 又在东和海藻 与茂密的圆扑 水草和木草 一共你们和你们的身序享受 当正儿御龙的轰声来临的时候 在那日个人将逃避自己的弟兄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妻子 儿女 在那日个人将自顾不暇 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滑的 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滑的 离黑将门闭他 这的人是不信道的 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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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荒唐的